说回刘备的佣人之道 那必然离不开她的军师诸葛亮 是吧 大伙都知道 刘备为了请诸葛亮三顾茅庐 先生若不出山 若苍生何也 你徒将军之志 刘备 那大伙知道三顾茅庐以后 刘备怎么做的 诸葛亮让这个刘备给请来了 招聘过来以后 没有对接一下工作 完了就撒手不管了 刘备没那么干 而是怎么呢 待孔明如诗 食则同桌寝则同趟 终日共论天下之事 他为什么这么做 一举三得 第一 让诸葛亮 这是大神级的人物吧 好好的为自己答疑解惑一番 你好好给我讲讲 我也明白明白 二来可以进一步的考察诸葛亮的能力 你所谓这个卧龙啊 到底是真能耐还是浪得徐明 这我还得自己亲自验一验 是吧 第三一个呢 也能让诸葛亮感受到温暖 感受到刘备如沐春风的关怀和重视 激励他以后工作更加努力 果不其然你看 你所谓为了刘备的江山设计 那就费了多大功夫 一直到鞠躬尽瘁 听刚才说到这儿 大家应该都知道 刘备的成功秘诀 是什么了吧 第一个 先立一个好的人设 学会利用IP 第二 要学会识人 看人 用人 这难了 并且把每一件事都要做到极致 愿意为这事下功夫 花时间